大家好,我是多杰教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2022年最新订阅 威力导演365用户能使用到的最新版本 威力导演20版之新手剪辑第二集 由于今天的影片是延续上一部 威力导演20版之新手剪辑第一集内容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 建议要先去看看哦 连结放在资讯栏,欢迎观看 在第一次进来威力导演的时候 我们要先做一些比较进阶一点的设定 首先我们点击编辑 最后一个偏好设定 里面其中一个专案的分类 我们点开它 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地方要做设定的 就是自动储存专案 是每隔几分钟的这个设定 以及呢它会存到哪里 由于我们的剪辑影片过程当中 有可能因为电脑系统的不稳定 当机或者是停电等等的因素 导致你好不容易剪辑到一半的作品 来不及储存而前功尽弃 为了防止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呢 我们这一个自动储存专案的功能 一定要把它打勾 那间隔的部分我会建议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设定大约在三分钟左右 每隔三分钟 电脑会自动帮你储存一次 当然这一个自动储存专案的功能呢 并非一个正规的储存专案方式 正规储存专案方式呢 依然还是要按照正规的按下存档按钮 去做一个存档的动作 这一个自动存档的功能 它只是已被不时之需的时候使用的 因为它储存的专案会变成另外一个档案 而不是代替你按下存档按钮的功能 那这一个路径呢 就代表说电脑帮你自动储存的专案 它的档案会放在哪里 自动储存的档案就会像这边的档案一样 它会帮你把档案的名称打上去 然后呢 后面再加上它储存的日期以及时间 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很杂乱的 毕竟这个只是一个已被不时之需的暂存区域 另外一个设定呢 就是在一般的这一个分类里面 有一个时间轴化格率的这些东西 它预设是30fps 如果你剪辑的影片 并不是动态特别强烈的那种影片的话 那么用它预设30fps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今天呢 剪辑的影片是属于那种运动赛事啊 那种画面变化比较快的 比较迅速的 那么呢会建议你把这个调成60fps 让它的画面动作会更流畅 那我们这边呢 一样用预设的30fps就可以了 那我们点选确定按钮 在上一部影片我们有提到 专案管理的重要性 以及专案管理最主要管理的就是 我们剪辑影片要使用的素材 素材的汇入总共有三种方式 那三种呢 第一种用托放的方式 例如我把资料夹打开 威力导演也打开 然后呢把我会用到的素材 全部选起来 然后呢按住左键 移动 拖曳到我们的媒体工坊里面 仔细看一下鼠标 它有一个加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放开我们的画素左键 那我们的素材就成功汇入啦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点选档案 汇入 汇入这边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汇入档案 另外一种是汇入媒体资料夹 我们呢点选汇入档案 那就可以选择 我想汇入的档案 有哪些 例如这五个档案我全都要 就按开启 在上一次的专案管理里面 也有提到说 我们可以依照档案的类型 去针对它做一个分类的动作 可是我刚刚汇入的这些资料 都没有做分类嘛 对不对 威力导演在这边呢 它有一个功能 而且在之前的版本一直都有的 在这个区块 可以选择你想要显示的档案类型 你可以选择想要显示影片的类别 图片类别 或者是音乐的类别 或者是全部的类别 那20版多了一个以前版本不曾有的功能 就是说它可以使用资料夹直接做分类 什么意思呢 我点选档案 汇入 媒体资料夹 我可以选择 上一次分类好的专案 点选 选择资料夹 它出现这个提示是因为我曾经在里面存了专案档案了 它问你说 你确定要继续吗 那如果说你没有存过专案档案在里面的话 其实是不会有这个错误讯息的 我就按是 在这里可以发现 它把我刚刚选择的资料夹汇入进来了 那我点两下 有没有 它里面是有这一个资料夹的功能 里面有资料夹的功能 图片就是图片 然后这个是回上一层的 然后这个音乐 音乐就是我们的音乐 然后影片 就上一次分类好的这几个项目 仔细看一下它每一个资料夹 在中间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数字 这数字代表什么呢 这一个资料夹里面有几个档案 像相片里面 这边写4 里面就有4个4张相片 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在挑选剪辑用的素材之前呢 我们要先做一个预览的动作 那威力导演里面怎么预览呢 其实只要在媒体工坊这里面任意的点选你想观看的素材 它就会在这个预览的视窗里面做一个预览 不管是图片 还是影片 影片它是可以播放的 影片它是可以播放的 这个拉杆都是可以直接拿来预览使用的 都可以直接点它 然后在预览这边看一下你的素材的内容是什么 只要选定你要用的素材 就直接按住左键 画出左键 然后往下拉 拉到轨道里面来 我们先拉到第一轨道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剪接的模式 假设说我现在呢 直接按播放 会听到背景有些杂音 对不对 那这个杂音的部分呢 我如果在这一个作品里面 我是不需要的 那么很简单 我就点选这一个影片片段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连结跟取消连结视讯与音讯的选项 我们把它点下去 这个时候呢 就会发现 影像的部分归影像的部分 声音的部分归声音的部分 它就独立出来了 在我还没有点选那一个取消连结的状态下呢 它这两个东西 那我先还原一下哦 这两个东西呢 我不管是直接点选影像部分 还是点选声音的部分 它们都是黏在一起的 是不可分开的 直到你点选这一个取消连结 它中间多了一个分格 它就可以独立的去做一个编辑跟操作 当然我刚刚有讲 如果我不需要这一段声音 那我可以直接怎么做 直接对它按右键 要先选它哦 按右键 点选移除的选项 还有另外一种移除方式呢 一样点选你不要的部分 然后点选这个更多功能 它里面也有一个移除的选项 甚至呢 直接按键盘的Delete也是可以的 未完待续 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之后还有更多有趣 好玩且实用的电脑相关知识分享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您收看飞妈的影片 也非常欢迎您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部影片见